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生产出的93个6 从欧洲带回来的配方新款的 现在我们用冷冻机分了一个S7的 我们测试一下屏幕 我们测试出摸 我们测试出摸 好,出摸OK 这个是金刚丝分离的,给大家测试一下 好,出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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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教大家 怎么使用我们的药水除胶,效果更好 我们先把药水 倒点药水 我们用金刚丝拉的,我们可以泡一下 不会断出 好家客户说,用冷冻机分的这个OCE胶很难除 现在我教大家一种方法 很快能把这个药水清理掉 并且不会断出 好家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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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浸泡,一个用热除胶 我们把这温存布 搭在这个屏幕上 这个是我们新款的93.6 它的效果做S6 S6加S7 它不会断触,并且偏光不会裂 我们把它打湿 等它渗进OCA胶里面 看到上面冒这个白色的泡泡 我们再打一次 一般我们打三四 我们都开始清 先清理这个冷冻分离机 分下的这个LCD 等它干掉 我们这款药水 这配方是从那个欧洲西班牙带回来的 经过反复的测试在国外 效果很好 解决了这个S7 S6加 断触的问题 现在我们开始除胶 我们把这个无成布拿掉 用手指 轻轻的一搓 看OCA 马上都下来 这样除胶 要除胶很快的 三分钟搞定 可以看看效果 你想让它很快把它除掉 速度稍微放快一点 现在上面的这个OCD 我们基本上都除干净了 剩下的残焦 我们用无成布 沾点药水 也轻轻一擦 都把它擦掉 好 剩下的我们用无成布 沾点药水 可以吗 对 用我们的药水 你轻轻地用点力 它也不会断触的 好 现在已经出的很干净了 上面还剩一点残留的胶 好 现在我们开始测试一下触摸 可以看一下 出门OK 接下来我们开始除用金刚丝拉的S7的屏幕 上面的OC 现在我们再把它拿出来 可以看一下 我们拿无尘布 沾点药水 轻轻地一擦 上面的胶都擦掉 因为它泡的很长时间 大概应该有五分钟了 胶马上都掉了 手轻轻地用无尘布 轻轻地一擦 把它擦掉了 很干净了 很干净了 把排线上的胶 用手轻轻地 一擦它都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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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排线上面的胶 就稍微一点厚 如果你用无尘布擦不掉的话 用指甲可以刮它一下 拿卡片也可以 好 这个屏幕一映 已经出得很干净了 我们再用干的五层布 把上面的药水擦干净 我们开始测试一下它出摸 出摸OK的 非常完美 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用冷冻机拆的 一个是用手金刚丝分离的 那我们再用测试一次 冒与美孔的 第一次 有一点 非常分伤感